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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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哈哈哈 还好还好 不得了 这草莓 画龙点睛一下 这个很可爱 粉色的 等焦干的应该不会好掉吧 对 就是为了七天风干就是因为 就是要保证它的长得干透的 稳定住的 所以为什么要在 下个月的14号 活动的时候才能给到大家呢 就是因为它需要七七的 那不要七七四十九天吧 七七的一个风干的时间 好了 还蛮好看的吧 这是 第一个 我们 竟然做了一个手机壳了 然后再做的下一段段就给我看 先剪一个稍微简单容易一些的 这个小发卡 小发卡 哎呀小发卡我们选一个 直接就是双色的这个颜色 呃 这是属于绿色 绿色和粉红色 用盘天上了 黏针 一个 绿色和粉红色的 两个 两个 对 对 对 好 我刚刚有看到没有暗走的 下一个我们做暗走 好了 我们换上了一个稍微 稍微大一点的头 经过第一个的实验发现 还是稍微大一点的头 对于新手来说可能更容易操作一点 我选了两个 这个 甜甜圈 一会儿用完这个胶之后 再把甜甜圈放上 好了 第一个发卡也完成了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还ok 还蛮好看的 然后你第一个会呆在 洗的头发上 那在你做这个 的过程中 问你几个问题啊 魏老师 好 能给新入坑的胃香来解释一下 Waystay的含义吗 其实Waystay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谐音梗 因为 大家可能都发现了 我一般都会在星期三的时候 去发一些生活当中的日常呀 或者是 平时私底下 你没有见到的 魏老师的样子 所以 星期三 公平次一 Waystay 然后又用了我自己名字里面的 Waystay 能做我们每周相见的一个时刻 所以就变成了 每个星期都会有 Waystay的这一天 这一天也会有 非常多的物料啊 除了我本人之外 工作室也会发很多 包括视频啊 再包括一些 新鲜的聚招 或者是活动的照片给大家 也是希望能够有这些物料 让更多的 进入坑的这些 小恐龙们能够去看到 每一面不同的我 所以也是希望能够 在星期三的这一刻呢 给大家带来很多新鲜的能量 给大家能够 忙碌的生活当中 带来一些新的快乐 因为毕竟作为演员来讲话 可能很少有机会 能够 跟大家去面对面 所以也是希望 有Waystay这一天 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联系 今天先合粉色牛奶 粉色新鲜 对 先跳出来 几个好看的 可乐 这次有经验了 得先把流水上头这儿比一看 郭老师 最近有搜索过 自己的话题 或者广场吗 有没有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的 其实有时候 比如说拍戏啊 或者是空闲的时间 我还是会看一下 大家在超话里面 给我的一些评论呀 或者是发的一些帖子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而且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可能 因为现在随着 过的剧越来越多了 可能有一些新的朋友 也是加入到了 我们这个大家庭 然后之前的那些 可能老一点的粉丝啊 他们就会很热情的 很好客的 去帮助新的一些粉丝们 去打以解惑 然后刚刚就成为了 你们都成为了很好的家人和朋友 而且我经常 比如有些时候 我分享一些 天空的照片 或者是好看的景色的时候 大家也都会 就是给我分享很多 你们自己很精彩的生活 或者是很 很漂亮的家乡的景色 我觉得这一点还蛮感动的 因为这样 虽然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能够出去旅游 但是通过看超话 看到远发的 和你们分享的那些生活 也可以让我去看到很多 不一样的景色 还有还有景 感谢大家这个跟我分享 你们的生活 所以就是很感激 因为去拍摄了这么多的作品 和这么多角色之后 能够让大家认识到我 我也通过这份工作 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 所以发自内心 就会觉得 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 同时也是感觉 其实大家的陪伴对我来说 是非常无价的 我很珍惜这种体验 所以也是希望能够 去做个自己的一些 力所能及的 这种小的手工制品 能够回报你 让你们能够 就是看到手机可爱 或者是看到发卡的时候 就能够想到老妹 毕竟我们是卫星嘛 你们平时守护我 那我就 用更多的时间 也能守护到你们 让你们每天都能够开心 都能够快乐 我们继续 这景色太丑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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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他们挤的时候 我有问题 我放到这个的时候 我还在想想 真的差点手抖 粉丝主题 第一个先放一个星星好了 放一颗卫星 然后这个手机可最会是用的 哈哈哈 这个在蓝色的地方 妈妈要喝的可口放在中间 好了 呀 它现在空的中间应该没事吧 应该能夹得住 但就丑 哈哈哈 有了再给夹了 哈哈 这花特领的叫好香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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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 感觉要翻车 不知道为什么 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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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好看吗 这不好看吗 第二个稍微点失败 我们再换换其他的底色 做一个偏橙和绿色的 可爱一些的美食主题 好不好 经过前两次的失败的经验 这次我要把焦挤得更均匀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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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太不错 粉色的小发卡 刚刚不管是发卡还是手机盒 我们做的都是相对比较可爱一些的 适合小女生的 这次我们准备换一个风格 换一个稍微酷一点 比较帅一点的 做一个黑白主题 然后又加上万圣节 就是马上就快到了 所以我们尽量以万圣节的黑白为基础 然后再配上一些 具有典型特色的F字符的 这种跳影的颜色 看看机体在黑的白的下 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酷炫的风格 不怕 最近的9981呢 拍摄的时候已经拍到没有内存的情况之下 我们终于做完了预计之内的那些这个这个手机可和发想数量 虽然中间出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波子了 然后弄了一手啊 有什么没记好的 不过最终的机会还是蛮好的 大家去看一看 现在展示一下哈 这个是一号 一号 然后 这个 这个应该是做第二个 这个是第二个 然后就是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那我做的是用五块手机壳 剩下的这两个呢 是工作室的打压 大家可以评选一下 这几个 或者是咱们简单一点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最喜欢的是哪个 可以在屏幕里告诉我 然后剩下的发想呢 全部出自我手 选择了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感觉 希望你们都能够喜欢 也希望你们能够最后 中奖啊 真正能够去用它 贵尔的得意之作是哪个 我得意之作啊 不满意讲 我得意之作有两个 那给大家试一下 首先感觉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酷啊 这很麻烦看 设计理念呢 就是一只万圣结合到 再一个黑白红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颜色 除此之外 他也很满意了 就是这个 这个无论是从颜色搭配 还是从这些小的装饰物的选择 都还是蛮有趣的 然后色彩过度的部分 应该他放在这个地方 还有上面这些小球球 我觉得还都是 应该是不看得挺符合 你们心目当中的那个 这叫什么 五彩缤纷的手机壳 应该有的样子 这两个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当然了 其他出自我手的 我也很喜欢 好像这个 现在是差评率最高的一个 不知道它差评在哪 但是呢 案里面有一个什么意义啊 上面的这个呢 是一个小时钟 就是希望能够提醒你们 一定要这个合理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因为平时上学也很辛苦啊 平时还要去筹划 然后发发这些东西 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好时间 然后中间呢 又会很喜欢的格勒 然后这个有卫星 你看 就是很多这些东西 包括这个 这应该是唯独只有它存在于 手机可承的一个种子的 一个小温度 也是希望你们能够 结出秋日里 最温暖的故事 然后你希望我们这些 手工制作的 小的 不用说礼品吧 就是小的一个心意 能够真正让你们能够开心 能够在冬天收获一些温度 小的刺客 下午这两个 小的鬼 大红的 小的